直男弟弟终于开窍了 惹心伤人生气 还总得买礼物赔罪了 查出来了 洛氏集团 借给鸭齐一笔资金 这下我们要架空鸭齐 要加倍努力了 不过事情还是很顺利 你爸 已经开始对那家物流公司下手了 但有人跟他们争 你知道对方是谁吗 当然 对方根本没演示 谁啊 谁啊 你前男友 那他知道我们吗 以他的能力 不可能知道 他想要就给他吧 我们也不用去装了 省得便宜了重鸭 和医生科技研究的新药 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叮紧点 明白 我回家了 路上小心 怪不得要跟我抢 先手把心上人的哥哥 送进大牢心里 一千万的珠宝 怕信仪不够 还要买个公司 送给他赔罪吗 哎不是 杜夏音 这种事情 你不早就清楚了吗 不应该早就对他死心了吗 这是做什么 为什么要难过 为什么要弄路啊 难道 其实还有他 老公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你为什么不要我 我没有家人 我只要我自己一个人 为什么 我在那老婆 我以后永远不会离开 你好不好 你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夏 夏音 你醒了 老公 浪嫂 你怎么在这儿 以后不许再这样了 我这条小命被你下得不轻 你出院后 我给你配个司机 不用 行 那我就亲自接你 这件事没有道理可讲 即便你怨我到死 我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再开车 这跟你没有关系 你吓到我 就跟我有关系 刚才你叫我老公来啊 我叫你老婆 你也没纠正我 我累了 我要睡了 你都睡了两天了 好 我陪你 你没有必要在这里 我知道我已经离婚了 你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这里 你不是一个人 我在这里永远陪着你 你别说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奢求你对我的关系 杜小音 你在害怕什么 是啊 我在害怕什么呢 没有 我只是觉得 我们非亲非故 朗宗你能来我很意外 我不想要浪费你时间 非亲非故 觉得我没理由陪在这里 那我们就复婚 如果 我们就是最亲密的父亲了 你是突然发现 我能给你公司带来利益 所以才想重新跟我在一起 杜小音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值得是我拿感情去交换的东西吗 有啊 因为我 你研发的新药才能成功 这将会给冷事带来上千亿利润 怎么 突然发现我的才能 累得上你了 所以选择赴婚 别说了 我冷存心没有那么下见 你是说我下见吗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之前我求你多关心我一点的时候 你怎么做的 整天见不到你人 让我从公司里滚出去 现在离婚了 我不习惯一个每天黏着你的人走了 你又觉得这一个女人很新鲜 所以就缠着我 是不是等这股新鲜劲过了 我答应你了 然后再按从前的炉再走一遍 我 我没有 没有 没有你在这干什么 没有你缠着我干什么 你能不能不要让我看见你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不好吗 我承认 我以前对你做的确实是我不同 我错了 我只想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能证明我对你的爱 比所有小说里加起来的还要好 可以吗 我 冷总这么爱钱的一遍 要不是看中了我的价值 又怎么会付出这般感情 实验室那边 我会尽力的 杜夏依 你够了 你是看不起我 还是看不起你自己 你这么不希望我在这 我走就是 我在管你 我就是狗 请把门关上 我说真的 我要再管你 我捉狗不如 出院加上过生日 双喜临门 土公子给你安排的活动感觉如何 还行 谢了 今天晚上外面零下七度 你可得多穿点 知道吗 那小子怎么没来 谁知道呢 一个礼拜没见到了 你怎么开始关心起他呀 我关心他 不可能 对了 你妈给你的那个新拖鸡金 明天可就要改交给你十几个亿呢 小好怎么花了 冷晨星 冷晨星 你怎么在这儿 生日快乐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你有病吧 你又不让我去你家 我怕等不到你 只好在这儿手上 礼物我送到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还有事 就先回公司 我去 苦肉计啊 啥啊这是 啊 他自己做的 王八蛋 连个生日祝福都没有 我才不稀罕他的蛋糕 大冷天的吃饭短 命运不久已 喂 是封人吗 我很抱歉 打扰您休息了 冷总昨天发烧了 一天没了公司 我又进不去你们小区 您能去看望他一下吗 拜托了 让我去看他 他脸大吗 夏音 你来找我了 真好 特别好 你咋这么烫 你咋这么烫 可哭了 不是吧 能耐了你啊 不让你进我家 你就在这儿吃苦肉计 我没有 那个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 昨天 你是要给我过生日吗 嗯 不是说 再管我你就是狗吗 那需要我再较量什么 这病都不轻啊 爸总的人设 彻底崩了呀 有些话说出来简单 做出来太痛苦了 想必你不理睬我 让我不去在意你 我真的做不到 就算你厌恶我 我也不会再离开你了 早上又做梦了 又梦见我死了 我俩有什么深仇大喊 你能不能别老是梦见我死呀 像是相反的 你肯定会平平安的 我死你都不会死 我肯定会平平安的 再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梦见我死呀 昨天那个蛋糕是你自己做的吗 嗯 好吃吗 幸亏没吃 指不定什么味呢 你不喜欢吃蛋糕吗 你觉得你做的蛋糕好吃吗 那我送你的礼物你喜欢吗 那么丑 你觉得谁会喜欢 谁应该是我送的 所以你才不喜欢吧 也是 谁让我让你这么讨厌 再这么多废话 我就走了 把药吃了睡一觉 明天早上起来订个外卖 我先走了 你不留下来照顾我 你觉得我这样能照顾你吗 那我照顾你也行 你看我都这样了 你不要走好吗 把药吃了就推烧了 我在这陪着你 我喜欢你 真是 好香啊 媳妇你在做什么呀 一天没吃饭了吧 我叫外卖 回来吃饭 不方便啊 我喂你 不用管 你是你自己的 你是我媳妇 我不管你我管谁 好了 饭也吃了 天也黑了 我先走了啊 别动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那份礼物你不喜欢 这份礼物你应该喜欢 你把庄琪的物流公司 买下来送给我当生日礼物 不喜欢 难道真的 那是我想多了 她要赔罪的人不是洛飞飞吗 真的是我 我都脑补了些什么 还让庄琪赚了这么多钱 车祸也白挨了 我图什么呢 我就买了两个木屋 你有什么喜欢的 我都给你买 不用了冷成心 这家物流公司是我要买的 却被你给结了火 啊 你买之前都不调查的吗 难道不是有钱就行了 你这是败家 你知不知道 你要觉得我败家的话 我把钱都给你 你帮我管 庄先生这么着急买我的股份 钱 准备好了吗 我们是妇女 有必要这样吗 像大感情牌 那就不必了 反正我也不愁卖 行 钱我有 我会按照今日度时的股价 跟你买 谁说我要按照今日的股价 卖给你啊 哼 看不出来 你还会看在我们妇女一场的份上 便宜一些卖给我 庄先生怕不是想多了吧 度时现在正在稳步上升 价格嘛 一直会涨 我怎么会在这么便宜的时候 卖给你啊 杜赛因 你还是不是人呢 我是你爸爸 你竟然还加价卖给我 喂 总说 嗯 是的 如果你想要买我的股份 我可以以今日的股价便宜百分之十卖给你 杜赛因 你是宁可把股份便宜卖给外人 也不愿意原价卖给我是吧 你是真打算跟我一刀两断呢 哦 我还以为庄先生早就知道了呢 等等 说吧 你说多少钱卖给我 一口价 四十五亿 杜赛因 你别欺人太甚 爱买就买 不买就滚 我没有时间跟你废话 等等 成交 我倒要看看你拿着这些钱能创出个什么业了 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这个都市董事长 好不 应该叫庄氏集团董事长 我倒要看看是谁敢诅证我冷陈兴的夫人 哈哈哈哈 原来是陈兴啊 你看李伯父我已经把都市的股权买下来了 庄先生你何德何能配得上我教义生伯父 我是你的前岳父 但你教义生伯父回了你 因为下音我才教义生岳父 现在没了他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们两个走着瞧 耶 怎么样 你去怒怼老岳 替妻子讨个公道 就问你刚刚的我是不是 你呢 你家促走了吗 干嘛 成功把你把坑了 我喝杯茶庆祝一下 那你拉我干嘛 坐下 我给你沏茶喝 冷总的家产太庞大 火腹薄 撑不住 怕冷总给多了我没有命花 闭嘴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凶你的 你可以挤兑我 但是不能诅咒自己 知道吗 我就是开个玩笑 玩笑也不行 记住了没有 嗯 不是冷成仙 你最近又怎么了 是不是又做梦了 我最近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你出车祸了 医院给我打电话 说你死了 然后你告诉他 去给我收尸吗 你怎么知道 你真这么狠心 我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梦里 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 我没有想过让你死 笑也 你相信我 从你爷爷逼你娶我的时候 你就没怨过我 没恨过我 就没有那么一刻想让我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嘛 你说啊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想过让你去死 我是个混蛋 我爷爷逼我娶你 我是想反抗他 我就刻意对你冷淡 以为跟你离婚 我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直到真的离婚的时候 我却后悔了 等我来找你的时候 却发现你已经不要我了 不是不要你 是不敢要了 你相信我 即便我恨透了你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让你死 我不知道梦里为什么会说出 那样畜生不如的话 我宁愿自己去死 别想了 那就是个梦 真的就像是真实发生的一样 在真实那也是梦 好了 让我庆祝一下我成功坑爹的喜事 那你以后不许揍自己 嗯 我知道了 我以茶代酒 敬佛 祝你心想事成 谢谢冷总吉言 加油 只要你需要我一群肚子 茶喝完了 你也该回去上班了 可别因为我呀 让冷室老板啊 因为不务正业 而落魄倒闭了 这么担心我的公司 怕我落魄呀 怕什么呀 冷总就算再落魄 你看有颜有身材 就算落魄了呀 去一些富婆常待的地方 我相信 有很多富婆愿意包养你 是吗 我面前 倒是有位富婆 不如趁我没落魄之前 我们实习一下 这家伙太恶心了 怎么变得这么骚啊 夫人 我表现如何 冷尘性 在哪 你给我滚 滚 是实习项目中的一个项目吗 夫人需要我怎么滚 用什么方式滚 如果我不会 夫人可愿意教我 你在这个样子 我就不理你了 我送你啊 等等我 哟 洛小姐找我有事 陈星哥哥叫我来这实习 你带我去实验室吧 有凭证吗 我都亲自来实习了 还有什么凭证啊 实验室里都是机密数据 没有凭证 我不能带你上去 我看你就是怕我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 跟你强冷陈星吗 杜夏音 我告诉你 别跟我耍这些手段 有些人啊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防着也没用 你要真觉得你跟冷陈星真心相爱 你找他比找我有用 哎呀 你看到了吗 这个是我生日的时候 陈星哥哥送给我的礼物 既然他这么在意你 那他有给你送过价值千万的生日礼物吗 真的是他送的吗 你自己说的真的假不了 所以杜夏音 他现在表现的有多么喜欢你多在意又怎么样呢 在他眼里 你不过就是一个玩意啊 现在他有多爱你 以后就会有多伤害你 跟我争 最终你不也变成另外一个我 我得不到的 谁也别想要 你就等着吧 哈哈哈 怎么全是辣的 你之前不是不吃辣的吗 最近刚学的 挺喜欢吃的 想多尝尝 你该不会不能吃辣的吧 唉 不能吃辣 就别吃了 我就 有点吃得着急了 生气了 我 我当然可以 我生什么气啊 我不管洛飞飞跟你说了什么 我跟他没有关系 他来医生科技实习 也是因为他奶奶的面子 嗯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你送了他一条价值千万的 皇室珠宝手链 到生日礼物 哎 价值千万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我送你的礼物 可是价值几十个亿 他那个手链只是个零头而已 这么说就是他送的 你吃吧 我还要工作呢 放开 这是办公室啊 怎么 吃醋了 谁吃醋了 你都妄想正了吧 你是个傻子吧 我怎么可能会给洛飞飞买那样的手链 你宁可相信他 也不相信我什么 真的 我慎重的告诉你 我不喜欢洛飞飞 从来没有 我确实跟他交往过 如果没有中间的插曲 或许过不了多久 我就会和他结婚了 但是对我而已 娶洛飞飞 和娶任何一个女人都一样 只不过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规划而已 而你是我人生规划中的意料之外 如果早知道我会忠情于你 我绝对不会和洛飞飞有任何的交集 你明白吗 明白了 我只给一个女人送过礼物 还为她浅气了 洛飞飞说的话不要相信 好不好 你有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啊 哎呀 我知道了 哎呀 还在办公室呢 这么奇怪啊 怎么了 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没关系 我等你 等你准备好了 叫我靠 哎 好烦 这才是她想送我的礼物吧 夏衣你找我 哎你在加班吗 你想我 没有 刚刚看到你藏在蛋糕里的手练 很漂亮 谢谢啊 是不是嫌弃我蛋糕 喝了到现在的东西 非要说出来这么尴尬吗 龙总 你怎么这么多汗 嗯 快休息一下 龙晨行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我没事 你陪我聊聊天就好 我等会回你家了 滚蛋 都什么时候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这个事 我告诉你 我现在很生气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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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陪你吃 你以前对我做的那些事 我也想陪你一起做 我没办法原谅 我以前对你做的那些事 我只想现在对你好 你没有必要为了我而委屈你自己 我尝过那样的滋味 我不希望你在场 那我们忘掉过去 重新开始好不好 给我点时间吧 不管多久 我都会疼 像是一辈子呢 那就一辈子 可是一辈子时间很长 那个 你不再考虑考虑吗 小音 我是个天生薄情的人 心不大 只能装下一个人 一辈子很长 可我贪心的不多 一个就够了 可是我只有一个要求 什么 不要离开我 好吗 还是不肯原谅我 我还是过不去那个坎儿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你不敢相信我 我知道 我不奢求你原谅我 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我 不爱我也没关系 我只想要你在我身边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对你好 好不好 你个混蛋 知不知道我这么胆大的人 遇到你我变得这么胆小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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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气了没有 没有的话 这边的肩膀也可以捏 既然放不下 那就彻底地放松一回吧 大不了 就再离一回 咱们回下 那你不工作啊 养我可是很贵的 陆夏音 有个魔人的小妖精 你这样我怎么工作 我爱 我陪你在这工作呀 洛飞飞和装气联手了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说乾姑爷 你这几天日子不好过吧 冷是这么大一个集团 在不久的将来 就要归我度时了 不 现在应该叫 装饰集团旗下了 有没有时候把我的信用资料 偷偷的 我给他的 沈总情 他就不怕我的报复吗 行了吧 我抢出了专利 洛飞 又控制了海内外的销售渠道 你投入那么大 我看你怎么翻盘 冷晨星 我给你个机会 娶了我 入赘我洛家 说不定我还能留着你 冷适的招牌 让你继续做总裁 好 就像他一样 在外面勾打一个小三 等着你死 然后夺了洛氏 再改成冷适 你胡说什么 洛氏本来就是我的 你以为你这样说 就能离间我们了 还用我离间吗 背后捅刀子 可是你们的拿手好心 哎 大神月 你可别听她的 她撑不了多久 到时候 你想怎么玩她 就怎么玩她 你可得坚持下去 冷晨星只能我玩 我要看谁敢动她 就这么点打击就被击垮了 你也太让我失望了 陆夏音 你手在那给我装算 你以为多了一个 有储集团 就能阻止冷适股票下滑吗 谁说只多了一个 有储集团 我的好闺女啊 就你那点小心思 我还不知道吧 留给你的 只能是最差的 是啊 确实是个功课 我上当了又如何 又如何 冷适集团破产了 我们这对肩夫淫妇的好日子到头了 张总洛总啊 你们从沈总监拿到的只是新药的外围数据呢 关心提示一下 新药的外围数据呢 是关于穿药的 就是你割管用的那种 凝床的时候小心着 是 陆夏音你威胁我 你配吗 现在我回来了 等我们撑过你们的做空 你猜 装饰和落室 谁会第一个破产 带走 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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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星哥哥 就让你们放过我 冷陈星 出这么大事都不告诉我 我有钱可以帮你啊 放心吧姐 夏音都解决了 你怎么来了 你第一次当大姐 当然要挺你了 你小子 抢走我幸福两次 你要是敢对她不好 看我不削死你 放心吧 我不会辜负她的 放心吧 她不会对我怎么样 那要是你 什么时候能让我见证你的幸福啊 美妮 晚上有时间吗 带你吃宵夜 好啊 等着叫我大姐夫吧 感谢夫人享久 小声无以为报 只好一身香血 夫人就要了我吧 哎呀 脏死了 回家去洗澡 你是不是跟我在这儿装呢 没有我 你也能对付他们 是不是 哎呀 烦恼啊 怎么就掩盖不住我这名人的才华呢 那你还要不要我 真帅 回家 哎呀 到家了 你快点起开 哎呀 这是在家吗 别害怕 再抱一抱 你快你松开 你听话 龙总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这个样 特别像电视剧里的小白脸 我就喜欢吃软饭 那不如你抱怨我 我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男生嫌软饭不好吃 那不如 我把整个集团交给你 你给我管饭 这个主意怎么样 想得美啊 你冷湿那么大 你想累死我呀 哎呀 不会累的 我把集团交给你 我给你打工好不好 冷晨星 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 你根本不知道 你最吸引人的地方 不是你的一万身家 而是你这个人 即便你一无所有 如果你真的想要另外一个女人 多的是女人想要你 但如果有一天 你我分开了 你给我的东西 只会个应我 我只是 只是想让你放心地相信我 当我选择跟你重新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我愿意相信你的时候 你没有必要用任何东西来向我证明 快洗澡去 脏死了 一起啊 滚 真不愧是本小姐的人 穿什么都好看 走 吃饭去 你不觉得你的男人不穿衣服更帅吗 怎么 孙悠我 你可想好了 你答应做我媳妇的 别闹 先吃饭 别闹 你知道看得见吃不着的滋味吗 别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没关系 我答应 没什么对不起的 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回家被讨回来 你给我等着 没有 你顶到我了 好看吗 好看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女人 怎么回啊 啊 哎呀呀 你等一下 你别乱来 我没有乱来 认真的 我 我没 我没洗澡 我喜欢原味 哎呀 我们都冷静冷静 你知道的 我认真的是从不回头 多小心 我这辈子遇见你 我想用这辈子去认定一个女人 这辈子是 下辈子是 下下辈子也是 你能感受得到的 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你真的会一辈子对我好吗 相信我 我老陈星永不赴你 你真的爱我吗 我爱你 我永远爱你 我愿意为你放下一切 深爱你 你要了我爸 我还没关系 我爱你 感谢观看